OK啊 我现在人在北京车展 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传说中的 Proton S60 大概款 它就是这个博越库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会带大家看一看这一台车 那么如果喜欢这期影片 先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一下 接下来就进入节目的正题 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博越库跟博越L 其实是两款车来的 这个是属于长轴距的车型 这个是属于普通轴距的车型 那么新一代的这个博越库呢 它是采用这个CMA的平台打造 也就是跟MOVO一样的平台啦 它主打的就是车体高光性跟安全性 另外呢 它的轴距也从年本的2660左右的轴距 变成2700mm 所以这一次它这个博越库呢 它的车身是马比起 Proton S60 或者是上一代的博越 会更长一点点 然后呢 它的前脸是采用一个连贯式头灯的设计 如果连贯式尾灯大家很常看到 但是连贯式头灯应该就比较少见了 可以看到吗 它是一个公字型的结构 直接穿过它的这个logo 如果讲今天呢 这个Proton S60真的出大概观的话 是采用这样子的设计风格的话 我相信呢 大家应该都会很喜欢啦 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的轮圈尺寸 它的轮圈设计 我觉得刀销设计也非常的好看 但是就是用这个Kitty的轮胎 那么它的尺寸是23545R19 嗯 好像跟现在的Proton S60一样 19寸的轮胎或者轮圈看起来是好看 但是以后呢 你更换这个轮胎的成本就不便宜 因为19寸的话 我想一条应该可能是要到六七百块 如果你是选到那种比较普通一点的轮胎 都需要六七百块 好的轮胎上千块其实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那么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哦 这一次这一个博越库呢 它其实对比起这个上一代的博越或者Proton S60 它矮了很多 它降低了它的重心就是要营造出一个更好的视觉效果 跟更好的操控表现 那么在这个引擎的部分呢 该我要打开引擎盖还没讲不允许打开 不过可以跟你讲 它采用的是这个1.5公升的四缸涡轮增压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我没有据错是181PS 大概是178HP左右 风质扭力的表现的话大概是270Nm 然后它匹配的是7速的这个14双离合和气变速箱 然后它只有前轮驱动 它的0到100加速表现大概是8秒左右 如果以一台C-Segment的这一个SUV来讲呢 我觉得8秒算是不错了 只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再买下来看到这样子 然后我特别喜欢它的ABC柱的设计 你看它是一个倾斜上去然后直接向后的设计 有一种Lenovo的感觉是不是 这样子的外观设计你喜欢吗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这个新款的博越裤呢是采用一个连贯式的尾灯设计 这个尾灯盖你们有看到它亮起来的时候其实还蛮好看一下的 然后它的车尾其实是有一个那一个技嘉风格的尾翼 所以整体看起来它的这个运动感受非常的强烈 其实相比起车头我是更加喜欢这个车尾 怎样你们对这个车尾有什么看法 OK 现在你看到的是这个博越裤的这个后排的这个车尾的行李箱 我觉得这个行李箱的空间表现其实感觉还不错 最起码它在这个合理上比起之前的博越更好 然后它的开口也比较低 所以你要搬放中位是比较容易的 当然它也是有这个隔板的设计啊保留一些隐私 六四分离Ebay行李箱也是有的 那么打开这个帐板看一下 哦 有SPEAR DIA 但是不是FULL SIZE 但是最起码好过没有 OK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博越裤的内装设计 讲真的这个内装设计我真的还蛮喜欢一下的 整体非常有现代的感觉 然后它整个出屏主机真的是超大 你想想一下这个主机如果支援Android 或Apple CarPlay的话 你看Waste或者看Google Maps是多么的爽 然后它的中公开是软质塑胶、硬质塑胶 跟皮革组成的层次感很强烈 它前面的这个门把是拉杆式的设计 然后它这个Power Window Button真的很可爱 然后不过讲老实话 我觉得它的质感的部分没有这个目前的Proton Ashes好 因为这些Plastite感还蛮重一下的 然后前面有个数位化仪表 这个数位化仪表是刚刚好在这个Stairing的前面 所以你是可以看到很清楚 并不会被顶到 然后这个方向盘的设计我也是很喜欢 当然现在的中国品牌的车子 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它是一定会有的 所以这台车并不需要担心 然后加上因为它是采用CMA平台开发的关系 所以它整体的重心非常的低 做下去我觉得它的感觉并不像一般的SUV那么高 所以这是低重心 我相信它的操控表现应该会进步很多 怎样各位观众朋友 这一个博越酷的内装设计你们喜欢吗 我自己还是蛮喜欢一下 给过 现在这个是这个吉利博越酷的后排空间 这个车的轴距2700mm 会比起这个S70或者上一代的博越更大 它的空间表现我觉得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但是因为它的车身比较低矮的关系 所以我的头部呢这个压迫感会比较重点 但是它上面有个全景天装啦 然后它的门把跟前面的一样是这个 这样子拉杆式的设计我觉得很特别 然后它的Power window的button好好看 可是它的这个门板上面就 可能是因为它的成本的关系 所以它并没有软质的塑胶 它是硬质的塑胶 所以质感的部分我觉得是还好 这边是一个皮革啦 然后它后面的座椅基本上 倾斜度跟包覆都不错 而且也是有这几皮的材质 所以看起来OK 然后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头部空间 这一个就是博越酷的这个头部空间表现啦 我的身高是181啦 然后我坐下去大概只剩一个 三个指头的空间表现 压迫感是有点明显 不过新一代的SUV基本上都是这样 因为它必须要有一个 比较低矮的承坐空间 然后给你个更好的操控表现 所以它就是这样 我相信这台车的操控表现 应该会比起这个Proton S60 或者是上一代博越更好 OK 那么这一个就是这个 吉利火越酷的这个简短的新车介绍啦 据说Proton在5月份会有一款新车发布 是Proton S60的MC2 这个意味着这款车就算会进马来西亚 也要等一段时间 但是据说这个Proton S60的MC2 会有很大的惊喜 那么惊喜是什么 我们就到此看了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有第一手消息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